欢迎观看这集的爱国与卖国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 首先,现在我们观察中美与台海之间的战事 美国8月28号派出两艘军舰穿梭于台海 俄罗斯的外交发言人扎罗瓦发言说 美国的两艘驱逐舰8月28号穿越台湾海峡 是一种新的挑战系统 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 这个是属于中国的内政 也是属于中国的家世 美国不应该插上一脚 这会导致发出错误的讯息给台湾的台独分子 让他们以为台独有多一组势力在占助他 而认为台湾海峡是一国国际水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兴趣 而且美国这两艘驱逐舰是大概9000吨 是一个30多年的老安哥老安弟的军舰 十分的破损的军舰 经过台湾海峡也没有开取战斗准备借费 只是这样普普通通的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 完全城门大开 完全没有预防说如果中国大陆 对驱逐舰发射一些攻击行动 只是说要为了证明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的水溢 美国有权经过 所以俄罗斯这个稳定的信息抗议台独分子 以及抗议美国一个持强凌落的一个 总是要做世界警察 这会导致整个亚太区变成非常的不稳定 非常的复杂 以及非常的不可预测 现在做这个信息 对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温文斌发言也是对次俄罗斯这个支持中国的一个 统一中国统一台湾岛的行动 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内海的行动 表示稳定的支持 美国这两艘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 是属于9000多吨的这个驱逐舰 这以中国的075的军舰来比较2万吨 还是差弱一定的距离 通常美国为了抗议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艺 他们总是来很喜欢的穿越台湾海峡 是每个月进行式 多数的行动都是从南到北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这次是由北向南 至此之前 培洛西来到台湾 美国或者台湾曾经发言说 会要航空母舰的雷根号穿越台湾海峡 怎么雷根号不能够来台湾海峡 所以证明了台湾海峡 这个第一岛列第二岛列之间 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完全无法抵抑 中国东风导弹系列十一十五的 完全百分之百的 会继承航空母舰的命运 所以雷根号这次也不敢来到台湾海峡 所谓狭鹿乡从勇者胜 天下武功为快步破 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十一十五以二十六 从外太空发射至地球表面海面上 航空母舰以十五马赫的分贝的速度 从太空进入大气层 投稿它的准确度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的是能够继承任何一艘航空母舰 这在美国的五角大楼的军演中已经推远出 而且我个人预算 如果台海发生战事 美国参与战事的五六艘航空母舰 九十八千五六艘航空母舰 会一一被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继承 这正是为什么 美国雷根号航空现在夹着尾巴 跑到菲律宾海 或者跑到远远的浙奔海 躲在远远 不管经过台湾海峡 这是真正的意思 至于中国的零七五导弹系列 是一个最新研发最新的驱逐舰 它有差不多一百多个垂直发射警 这同时中国研发出零七六零七五器 听说零七七会研发成一个垂直的新型航母 因为中国已经研发出新的尖三十五 垂直隐身战斗机能够垂直升降于洞七五上 所以海军的实力来讲 现在中国已经慢慢的超越了美国 更有专家说出 再多八年的观景 现在是公元2022年 多八年是2030年 中国的海军的实力 已经能够赢驾于美国之上 如果在太平洋岛 就是当时2030年的时候 中国会有六艘的航空母舰 这个趋势 以美国的航母来讲 因为通常军舰用的寿命来讲 一般的军舰 普通军舰是三十年左右的观景 如果航空母舰 它一般的寿命是大概是50年的观景 所以到了2013年 一般上美国现役的这些军舰 大部分应该是五六成 已经不能够再使用 或已经十分的落后 或者破旧 性能已经无法以 中国在同一个层次的辟屁 所以发生战时 中国会取得领先的趋势 而且俄罗斯一再的表态 支持中国统一台湾岛的行动 更有中俄在日本的北方四岛 绕岛一周 出动轰炸机 以及驱逐舰等舰艇 绕着台湾 日本的岛 绕来绕去 四周绕来绕去 这给一个日本岛一个警细说 如果台海发生战事 日本不要插上一脚 插上一脚的话 俄罗斯会与中国同时进攻 日本本岛 而且中国的导弹系列 东风系列也是完全能够 这个快递系列 能够攻击到日本的东京 以及日本的权宇 所以这个给日本一个军事的恐吓 以威慑作用 同时俄罗斯也是发言支持 这个中国的统一行动 所以他也可能在 如果中国的要求下 俄罗斯也可能停止 收卖天然气石油 给日本或者台湾 这个行动可以说是 卢孙子兵法的兵法所说的 不战离区人之兵 完全不用动刀一兵族 围困着台湾和日本岛四周 他们已经是丢企业器架 完全不能够敌议 中国的任何的一些的公司 另外在俄罗斯与中国提倡的 新的这个G8系列的国家的行动 俄罗斯与中国提倡的精装行动 他们已经发起这个行动 说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内海 这个中国的内阵 所以如果美国一再的驱逐舰 经过台湾海峡 这会让他们这些 这群防美的国家 精装的国家和新的这个G8的国家 会提出抗议 这会造成逆一股新的势力 在全世界对抗美国的霸权 以及美国干预台湾海峡的行动 而且俄罗斯与乌克兰这场战争 美国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取得任何的好处 只是美国面临一个 一个很大的严重的一个战略错误 就是个战略错误就是 他这个一系列的只想 打击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的输出 从中赚起暴力 而卖给北约等一些国家 说制裁俄罗斯的原油和石油 以及天然气及粮食 可是俄罗斯 这让俄罗斯与中国及伊朗 他美国所言之 这个世界的罪恶中心 三个国家板在一起 更加上印度 所以他们现在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倡出 去美元化 更有中国是沙地阿拉伯 最大的石油的买主 现在俄罗斯 今年自乌克兰战事以来 他的天然气石油粮食 已经卖出超过两倍 促进去年的成绩 所以俄罗斯的 俄罗斯币已经 俄罗斯普京来讲 他的政权是更加稳定 而且荷包算得满满 对于中国与印度来讲 他们也是赚起从中的暴力 就是从俄罗斯买进更便宜的天然气石油 所以他们也是赚得发发了 所以美国是一个战略错位 他只是认为说 用乌克兰来牵制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 而让美国的这个军火商 能够卖很多的武器 能够实验他武器 完全没有一个长远的思维 说这个 这款战事会引起 所谓的入权国家的崛起 就是俄罗斯 中国 伊朗 以及 印度 更有最近的消息 美国的军舰在 克里斯玛海峡 就是伊朗的 那个狭长的水域 碰到伊朗的导弹快艇 十多艘围住了 美国的两艘的军舰 虽然美国军舰拥有很多的导弹 不过面对伊朗的蓝群战术 伊朗的蓝群战术 它的导弹能够发射 超过300公里的导弹 继承任何军舰 所以对美国军舰是一个重大威胁 所以这一次 可以说他们这个邪恶中心 伊朗加上 印度加上中国 加上俄罗斯 这些所谓的陆权国家的崛起 这是抗衡美国 以及英国及北业这些海权国家 以及澳洲的一个势力的平均 所以可以见得是 这次是海权的势力 面对陆权国家的一个重大的冲刺 接着最新的消息 中国的20大会议 听说是在10月16号会进行 这个20大的计划之中 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 习近平会接受第三任的五年的川崎 第三任的领导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而且现在习近平已经 解释是69岁 他在处理附近上海这一方面 他十分的了解台商 已经对台商这方面 他是有差不多 整整30年对于台湾海峡台商这方面的认识 他是可以说习近平主席是一个最了解台湾国家 台湾海峡台商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所以这五年的川崎 从川口川崎 从中国习近平这个 60岁到74岁 这是最有可能 发生一个统一 台湾岛的一个战事 因为如果民进党一而再的 再而三的把台湾宣布台独 把台湾推到战争边 推向水深火射之中 这是有可能 造成习近平一个统一的军事行动 至于二十大的人员的更动 现在的根帮指是 人大的委员长一路来都是 由习近平与栗战书两个人执行 这二十大之后 有可能会更换 由汪洋处政 同时李克强也会可能卸政 因为他年事已高 大概是69岁左右了 而李克强的接任人 有可能是胡春华 以及杭正 两个人之中的一个人 而且胡春华的 富裕的声望相当的高 有可能传出内幕的消息 胡春华有可能 如果在第四个川崎 如果说习近平 没有接任中国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的总书记的职位 有可能胡春华 声望最高 他有可能会一个潜质 会接任中国的第四任的最高的 这个总书记的职位 而杨洁实也是年事已高 有可能退任 所以由黄毅来接任 这个可能性相当的高 而中国的 刘潜英是联合国的大使 由他来接这个外交部长 这个可能性相当的高 现在美国传出在11月的其中选举中 这个现任的美国的总统 这个拜登 他的民主党有可能会大败 现在更传出 共和党已经在研究要如何弹劾 这个现任的总统 这个拜登 这是为了爆核 现在有密文传出 拜登是一个秘密 指使这个FBI 抄家这个美国的 共和党的前任的总统 川普的住家 说他失常了一些 美国严重的一些 国家机密的文件 这也是觉得好奇怪 怎么美国就这么多的总统 为什么偏偏要抄家这个 FBI要抄家这个共和党呢 很多人都透露 共和党都透露 这是一个政治行动 就是利用FBI抄家来打击川普 因为川普的扶身相当高 如果他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他会赢得总统的机会的声望相当相当高 所以先发制人 所以这个现任的总统 拜登现在支持力在美国已经跌到 现任所有美国总统的支持力 最低的程度少于30% 所以他为了除去盲刺在背 一个心中的一个大石 所以先下手为强 所以要起诉这个川普 所以如果拜登这个其中选举 这个民主党会大败的话 共和党也会报复这个民主党 这一系列的对川普前任总统的 抄家行动 所以现在这个抄家行动 不但完全没有打击到川普 反而使他的声望更高 现在也是有人说最近 一旦在其中选举中 这个共和党大胜 他们要弹劾拜登的时候 川普先生也会同时发言 他会2020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他的胜出的胜面会相当相当的高 美国出现民主党与共和党 严重的两党的内斗 这美国已经面对了这个成一阵 撕裂成两个国家 就是在城市 与人口众多超过5万名的市民 民主党的支持率是为首更多 如果在郊区人口稀少 少过5万名的村民 这个共和党的支持率是相当的高 所以美国已经面对了严重的两党的撕裂 就是民主党与共和党 这个是一个实际讽刺的行动 以前川普执政的时候 民主党就发动了要独合弹劾川普总统 现在民主党执政 这个拜登执政 如果拜登其中选举今年11月输了 共和党又会用同样的手段 发出弹劾宣任拜登总统 所以一个国家是不停的在发生 两党的内讧 这个国家又如何的强大 又如何的团结 所以美国已经严重的撕裂成两个国家 就是以成相对立 成相对立两党的四不两立的局面 更有一个讽刺的新闻在美国发生 就是有些父母或者一些夫妻 他们会发生离合离婚 主要就是说当事人男的女 都是一个边是共和党 一边是民主党 所以两党四不两立 所以整个家庭也同样的撕裂了 所以这个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行动 现在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台湾岛 台湾岛以前这个 陈水扁总统 他是执政从2000年到2000 公元2008年 当2008年他卸任的时候 由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马英九总统执政 马英九执政是2000公元2008年到公元2016年 而马英九就是因为陈水扁的贪污 向他发出控诉 让陈水扁坐牢 后来被刑满而服役出 而公元2016年 民主党的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总统执政 现在民进党的蔡英文又向马英九前任总统 发出同样的政治控诉 所以台湾岛也是面对两党的逆红行动 同时蔡英文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 美国一些州长来到台湾岛 更邀请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培洛西来到桃 他的行动是爱国吗 其实不是爱国 他是卖国 培洛西来到台湾 主要是为了拜登的这个cheap fall的行动 其实美国的拜登是唱双皇 一个演好人 一个一边演坏人 good guy和bad guy的strategy 所以这个培洛西是演坏人 拜登是演好人 培洛西就去跟台积电谈说 要如何让台积电搬家cheap fall的行动 而且当他飞往这个南韩的时候 南韩的总统隐形业 以个人的缘由说 个人在休假 不能与他会面 谈cheap fall的行动 现在南韩也是回答了美国的要求 在这个cheap fall的行动 如果要参加 只能维持一中的政策 就是说 所有半导体不能够围困 以及阻止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售卖 因为南韩在中国的投资 是相当高 而且隐形业向美国发言说 他到时他会发展投资几千亿 把这个南韩的三星集团设厂在美国 这个是一个拖延战术 而且传出中国的中兴集团 现在已经能够研发出2奈米3奈米 用这个他的这个更新的量子技术 所以美国的晶片 他的semicroducter 晶片等等的cheap fall的 围困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行动 基本上是一个小楼竹墙是完全胡功自反 中国的会用更高与更快 更新的量子技术 一一的攻克 而美国其他的印度 印度安那州的州长来到美国见蔡英文 也是商讨如何赖台积电搬到他们的资州设厂 更有之前很美国很多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来到台湾 导建蔡英文 都是恰堂 有如买七八七空中飞机等等 要美国台湾的航空飞行台航买这四架的 美国这个美国的这个波音的七八七的飞机 所以这一系列的州长 美国的这些众议员来到这个台湾岛 并不是让蔡英文发挥他的爱国行动 而是蔡英文是在卖国 把这些利害卖给美国 而从中赚起暴力 更有传闻 一旦发生战事 现在蔡英文已经现在已经演练了十分的充沛 他如何第一时间的蹭达飞机逃离台湾岛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玩弄政治的一个一个一个 假台独只是为了赚起暴力 台独只是他戴着一个虚伪的面具 他是把台积电和一些台湾岛的这些重要的 资产意义的卖给美国 这个台积电是台湾的一个复国神山 如果台积电搬到美国 是完全张忠谋台积电已经发言说 完全无法生存 英国 美国是一个生产水准比较高 生活质数字也是比较高 成本 人工方面也是相当高 台积电在美国是完全 无法生存 到时这一系列的台积电的技术 就会完全没办法生存的状况 只能够转烂给美国的Intel 所以到时台积电如果搬完美国设厂 台积电会证明失败 而且它的成本更高 卖出的产本更高 而且中国现在已经能够意义的复制 这些晶片セミコンダクター 意义的更低阶的产品 更传出 中心能够做出2nm3nm的晶片 所以台积电已经如果搬去美国设厂 完全没有更低的成本 所以它卖的东西更高成本 它又如何生存 所以如果台湾湾市区的台积电 试问美国又会如何参与 如果中国复兰间发动一场 这个武统台湾岛的行动呢 所以可以看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个直路为马的行动 真的是不攻而破 现在我们来分析 这个美国与中国的海军的实力 美国现在在全球拥有11艘的航空母舰 核子航空母舰 最新的雷根号是唯一地收这个能够用电磁弹射器的发射的航空母舰 它已经维修了7年整整回产 维修了7年 现在才回到战备作战之中 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有一个冬眠行动 现在维修了7年 现在刚刚回到战备状态行动之中 至于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总共有了3艘 这个航空母舰通常是维持在一个333的一个状态 就是3艘的航空母舰在执行战斗任务 3艘航空母舰正在维修 3艘航空母舰正在待命关于发生战事能够参与 而且中国的航空母舰一个发展的路程 应该是照很多军事商家的推测 应该是中国需要大概是9艘的航空母舰 而至于到了2030年 中国应该是拥有了6艘的航空母舰 中国为什么积极的研发自己的航空母舰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惨痛的历史经历 在公元2003年的时候 美国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油田的时候 海山总共有4大的油田 其中一块油田是属于中国 另外有几个油田也是属于法国与德国 那时美国有一个无需有的罪名 美国和英国就说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 其实在联国美国的宣传人 后来在经济发言说 那个所谓的化学物发现在伊拉克 其实是一包洗肥 用一个无需有的罪名控告伊拉克 而英国与美国两兄弟配合攻打伊拉克海山 这四片油田中国的油田 法国德国的油田都全部被英国和美国吞掉了 虽然中国法国德国一一的潜在美国 但是你谁的拳头印 这个地盘就是谁的 他们又如何能够认对美国的霸权行动呢 第二个事件就是在公元2011年利比亚的行动的时候 美国的联合军攻打利比亚的时候 那时这个行动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 而当时中国公元2011年的时候 在利比亚有25000个中国人 这个是个庞大的数目 有中国的研究员在利比亚 可见中国在利比亚有很庞大的资产参与之中 这造成中国在公元2011年的时候 在利比亚的工程受到很严重的经济的损失之中 在公元2011年的时候 中国的国立军力 完全没有保护这个海外中国的侨民的军力 保命自己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军力 而俄罗斯反观是在美国宣布要攻打叙利亚的时候 就是奥巴马的时代 普京就派出他唯一的航空母舰来到叙利亚的海港 发出严重的声明对美国以及北约呛枪 如果谁敢泛进叙利亚 俄罗斯就是等于跟俄罗斯过去 就是等于跟俄罗斯开战 所以这些北约以及美国的军队 都不敢越维持一步来进攻叙利亚 所以中国从俄罗斯这个强硬的军事实力来讲 拳头硬谁的拳头硬就是谁的 中国已经学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 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实力来 稳定它的一带一路全球的战略 所谓发展航空母舰 中国大概是需要九艘 就是三艘正在执行军事战斗状态 三艘在回军港维修 另外三艘正在待命之中 至于台湾的战事 如果美国的军舰维根套是属于东眠行动的时候 美国的东眠行动维根套通常是上半年都会参与东眠行动 所以大陆如果发生任何的一次的这个统一的武统的台湾岛 多次会找出从卫星的资料中 可以查出美国哪一艘航空母舰在休息东眠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破绽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武统时机 同时军事专家也是访问 雷光号航母的舰长 如果收到这个美国总统给信息说 在日本恒虚岸上 如果需要吃碗台湾海峡 需要多少的时间 航空母舰的舰长回答说 至少需要三天 因为航空母舰如果是在恒虚岸 日本的恒虚岸休息的时候 所有的人员都出去了 有的去爬山 有的去钓鱼 你要把这些人召回来 都要需要三天的时间 而且航空母舰如果要执行任何战斗中午 也要净采购很多的食粮水 这些东西准备状况到来 也是需要三天 如果航空母舰从美国的东岸 和西岸过来 参加台湾岛的台湾海峡 也是至少需要十四五天 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调配过来 所以中国一路来对外界发生的一些军事行动 都是采取吐袭行动 这是一路来中国解放军共产党一贯的作风 所以他会一定找到一些 美国航空母舰的东边状态的川西才发生吐袭行动 而且现在看美国与中国的GDP与美国的军事 美国的国防军事预算现在是8800亿 中国的军事预算是2500亿 中国的经济体会超越美国 在十年之后会超越美国 而且美国的美元外债高筑 而中国大陆的财政的宽与是有益 而美国这个8800亿的军事预算是用掉 它本身美国的GDP的3.5% 而中国的军事预算2500亿 只是用掉少于中国GDP的1.5%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成长空间 至少是美国的成长空间的三倍之多 美国的经济状态已经紧奔了 而中国的成长空间是绰绰有余 而且最重要是 美国现在所有的军舰都是时辰的老旧了 而中国的军舰都是水饺式的下水 所以都是很新的军舰 就是美国的军舰都是一个 三四十岁的年的老安格兰迪 而中国的军舰是一个 刚出出矛头的小伙子 大概是五六岁 一般照军事专家的考虑的观度是 一般的军舰能够用的寿命是30年 航空母舰的寿命是50年 所以而中国新打发的打造的军舰 它水饺式一次能够建造 气收的动气器的军舰 它的军舰都是最新的电子设备 这个可以说是电子的第三代第四代 而美国的军舰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安格兰迪 它的电子设备是第二代 请问第二代的电子设备又如何能够 攻防于这个 第四代第五代的电子设备呢 电子设备你去买的时候 都是最新的产品是最好的 而更精致实惠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军事专家的观念 就是说多八年的前景 现在是公元2022年 多八年已经2030年 到时中国会有六艘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而大概差不多是40到50%的 美国的军舰已经会是需要退役 所以美国已经没有这么大的财政预算 以更多的这个军舰来看个中国的绝景 到时到2030年 美国在太平洋之战 如果碰上中国的体系 完全是对于中国的军舰 解放军 海军 已经空军 等等的挑战 是完全 是完全没办法抵抑 中国胜出的机会是99% 99% 而且美国虽然有很庞大的军事预算 不过他完全不能够发展新的武器 到底他的财政预算的钱 去了哪里 绝大部分应该是贪污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很多这些军火山 洛克马克这些等军事山 都发生正重大的财政赤字 而且他们研发的第六代等一些新的武器 往往都拿不出功课 只是说正在研发 而中国新的科技已经研发出来了 更传出中国的太空站 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能够建造的太空站 而之前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十多个国家 发展出来的十多个国家建造的国际太空站 结合了十多个国家的实力才能够把这个国际太空站打上去 而中国这个发展出的最新的太空站 是以一国之力就能够建设自己的太空站 所以这个让到全世界以及美国 NASA给一个触电的感觉 怎么中国的军事以及军火火箭这方面这么的强 能够独揽一国完成一个国际太空站的建设呢 而且美国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火箭军事能力 能够建造庞大的火箭推射器 能够把太空站发射到太空之轨道之中 而美国的没有这个火箭推进器 所以它的太空站等等要发射到太外太空 都需要用俄罗斯的火箭帮忙 不过现在美国以俄罗斯闹得沸沸扬扬 俄罗斯又如何能够帮忙美国发射火箭 帮它用火箭发射它的太空站呢 所以这个美国的幻想太空站发射已经是不了了之了 而美国要发展自己的火箭推射器 发展发射太空站等等到这个外太空 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研发这段新路路程 火箭推射器 因为美国对这方面的火箭推射器 是有一个严重的科技的断块 所以美国没办法至少向俄罗斯妥协 用卢布来支付费用 发射外太空用俄罗斯火箭来发射 而中国凭借自己火箭重大的实力 把自己的国际太空站打上去了 而现在国际在用的俄罗斯 以美国这个十多国在研究的太空站 也是一个老旧的太空站 所以在2024年退 到时中国的国际太空站是一个全世界最新的太空站 中国的国际太空站是大概是用了两个超过20米的太空站 衔接而成现在 而中国的国际太空站是由三座大型的实验舱组成 它主要是由天和核心舱 天问实验舱和天梦天实验舱 三个机舱组装而成 而中国的航空太空站 在公元2021年4月29日 由天问天的实验舱和梦天的实验舱 对接而成 完成了天空空间站的建造 而中国的两个超过20米的太空站 国际太空站是天和核心舱 以及问天实验舱 中国的天和核心舱是在公元2021年4月29日 中午11点23分发射深空 天和核心舱是天空空间站的管理以及控制中心 也就是所有太空航天的主要活动场 天和核心舱将后续以问天实验舱 及梦天实验舱对接 组装之后就会常建造成60多吨的天空空间站的基本构造 而中国的天空空间站的实验舱是中国天空空间站的组装部分之一 基本上它也是基本构造是两个大型的实验舱之中的一个 而中国的天空实验舱是发射时间是公元2022年2022年7月24日 下午14点22分32秒 发射到外太空 它的总长度是17.9米 大概是20米 直径是4.2米 反之中国之前的天和核心舱 它的面积是 总长度是17米 大概是20米了 它的直径是4.2米 所以可以看见中国的成就在太空上 能够发射这么强大的 庞廊大物的空间站在太空之中 而且现在中国也拥有中国最新式的中国亚轨道飞行器 领先全球 中国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是一个能够重复使用的飞行神器 中国的神龙 在美国的太空之中 这是一个惊人的树木质 这对中国来讲 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神秘的中国的亚太空的飞行器 从来没有向外界公开过 中国的空天飞机是高度的防密 保密 中国宣称这个神龙的亚轨道轰炸机 亚轨道的飞天神器是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一般中国的我们称之为神龙亚轨道轰炸机 而中国的神龙亚轨道飞行器 从2020年发射到现在只发射了两次 而且中国的官方也没有给予任何的配图 所以也不知道中国的神龙亚轨道飞行器是何为何物 党一美国的X37B这个太空飞行神器 所以中国的神龙亚太空飞行器 是一个可以媲美美国X37B的亚太空飞行器的秘密神器 中国的神龙亚轨道飞行器 同美国的X37B有同样的功能 如果受到对方跌国的卫星的侦查 它能自动的更换轨道 让跌国的卫星不知道亚轨道X37B或中国的神龙飞行器飞到哪里了 听闻这个神龙的飞行器 拥有反卫星导弹的武器 激光武器 瑞射炮等武器 拥有最新的科技的电子武器电子设备 而且理论上可以携带核导弹 所以是一个成为一个亚轨道的轰炸机 就是说这个神龙飞行器能够飞行太高开空轨道之中 在打击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能少于一个60分钟 少于一个钟头之内 打击到地球的任何一个敌国 而且对方的来 美国的爱国者导弹是完全无法防御这种 亚轨道神器的吐息 因为它的神器是在外太空之中 而它发射的武器 激光以及瑞射都是超快的 是无法遇挡的 特点是制空时间长 而且懈怠的武器也强 是一个亚轨道的一个军火库 而且中国的神龙亚轨道飞行器 能够捕捉美国在太空轨道的任何一个卫星 因为它拥有机械背 能够捕捉美国的卫星 或者发射瑞射极光武器 将美国的卫星 或者击毁 或者推到更远的太外太空 使它失去完全它的作战功能 所以有一般的军事专家预测 如果在另外一次的第三次中美对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如果美国对抗 中国可能发射第一波的攻势是在外太空 由亚轨道飞行器 神龙飞行器 攻击美国的卫星 将美国的卫星破坏 一旦美国射气天眼 美国太空军已经完全不能够看 而这会影响到 从外太空权 太空权 影响到美国的空 制空权 以制海权 所以 这如孙子兵法所言 不战的区人之兵 美国一旦失去了 这个外通空的卫星 GPS的导致 美国的一些 所有的航空母舰 所有的导弹 所有的爱国者 飞弹 及军舰等等 都是成了瞎子 完全无法对抗中国的攻击 所以可现中国的神龙 亚轨道轰炸机 神器的威力是十分的惊人 这会对全球的军事造成 极大的不对称的战事威胁之中 而且中国的神龙 亚轨道飞行器 拥有专门对付美国的 GPS的反卫星导弹 能用极光 以及瑞射炮 寄毁美国的卫星 把美国的卫星 GPS天眼 去意义的打掉 让美国在战争之中 无法抗衡中国的 军事行动 所以这次 中国发射的神龙 亚轨道飞行器 轰炸机 也是同等的如美国的 X37B 同样的太空 威胁到美国的 太空军事能力 也是打断了美国 这个太空军事威胁的能力 技术方面 这次发射的神龙 亚轨道飞行器 对美国在台海之间的 这段调起 是一个政治与军事的 威胁能力 它同时拥有 能够搭载捕货网 定向武器 以及增长设备等等 同时可以对美国所有的 GPS卫星 直接的摧毁 或者捕货 或者潜入美国的 本口上空 进行侦查货 进行核子的打击行动 让美国的空军 太空军完全防部胜防 美国现在的反卫星导弹 爱国者导弹 同样也没有办法 对抗这样的 亚轨道神龙飞行器的 核弹的攻击 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 完全没有揽携的能力 而且之前 中国最近的 实践的 二亚卫星 到2.13万 到2.1万万 一五万公里的 轨道高度飞行的时候 在这一颗一吨多重的 北斗导弹卫星 将这颗北斗的 一吨重的导弹卫星 送到3.63万公里的 太空坟墓的 轨道之中 深深的拔高了 1.5万高度的 太空公里 中国成功实验 这个神龙亚轨道飞行器的 政治与军事成立 十分的重大 能够用 补货网 把美国的卫星 补货 身高 已经带到更高的太空 让他的卫星 不了了之 完全没有 任何的功能 可以产生 冬民的状态了 同样对美国 构成了 同等的威慑的能力 这也约束了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 不肯滥用泰国作战为主要的作战能力 从而影响到全世界人类的生命财产与安危 所以我们看出 这个台湾岛的2300万人民 如果在领导者 蔡英文的领导 这个卖国的行动之中 正如这个 乌克兰的折禄斯基 他也是把乌克兰的乌西卖给了波兰 现在台湾的蔡英文 把台湾岛的台积电 一亿的卖美国 要逼联合美国 施压台积电 要帮忙美国 之中 这个心路历程 正如正宗谋台积电所说 台积电如果在美国市场 是一个重大的处 一定是会重大的失败 到时台积电就不了了之 他的所有制造半导体 Semiconductor的功能 完全就要割让给美国的Intel 和美国的半导体的公司 事物这样的状况 台湾岛已经失去了台积电 最重要的复国神器 美国又怎么会有可能来参加台海战事 保卫台湾岛的安全 而且从有始至终 美国也没有一次参与台湾岛的军事联合作战 从来没有参加军事作战状态 又如何能够美国兵能够参与台了战事 同时美国的专家说 台湾岛要发展成为刺卫岛的状态 就是哪里都需要参与向战行动 如果中国大陆的武统行动 要能够以大陆在这个向战之中周旋 根本现在台湾岛他们的军事 一般的青年寿网军事 只是草草了之的普通的三四个业 根本他们没有拥有 普通一般的军人的军事能力 所以要把台湾岛变成一个刺猬的状态 作战功能可能可以是说 非常的很难的实现 而且中国的军事已经是如日冬天 现在是一个东上西下的状况 这个台湾的军事已经无法能够抗衡中国的觉醒 而且美国的军事也是慢慢的日落西下 所以台湾岛现在最重要是 这个国民党能够不要说 纪委于民进党蔡英文 说以大陆和谈就是一个卖国 应该是提出一个 更以大陆习近平主席领导人 切堂一个更好的维持两岸和平的状态的一个行动 避免所有的战事发生 危害到台湾岛2300名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个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愿景 希望台湾岛能够继续的和平 能够有人能够阻止这样不幸的 武统的战事发生 或者能够提出更好的文统的行动 让台湾岛2300名的人民 能够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心路之中 所谓宁愿宁愿太平潜 莫为乱世人 所以没有一个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 希望台湾发生一场战事 而且台湾的人口密度是乌克兰的20倍 所以台湾是一个人挤人的一个小岛 它的面积三分之二是在山脉之中 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面积能够适合人民居住 所以台湾根本没有一个生存空间 能够抵御真的中国武统的状况 而且现在俄罗斯已经仗在中国这方面 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事 如果俄罗斯竞卖天然气石油给日本以及台湾岛 真的是日本根本不敢越来越迟一步 因为他生怕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已经生怕关东京生怕同样的事情发生 苏联的北极熊把关东京送到这个西伯利亚去建造铁路 所以这个战败的阴影在日本人的脑袋是严重的前驻 所以现在中国与俄罗斯联合 派驻轰炸机已经军舰绕这个日本岛 而且中国的东方导弹系列 故意的设置日本的沿海的区域 所以日本已经不敢越迟一步参与台湾的战事 所以根本在军事层面台湾是无法抗衡中国的一切的巫统 而且蔡英文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美国的众议员 已经州长一些其他北越欧洲的人士来到台湾岛 一切都是为了他卖国的行动 他把台湾岛的台积电卖以这些人从中赚起暴力 根本这些人到来不是为了如何让台湾岛 如何2300万人民 如何和平与安全的生命财产做出贡献 所以真的为了2300万台湾的人民 大家需要起伏 需要一个很好的政策 就是国民党一个以和的政策 能够以和的状态维持台湾的状况 产生一个文童的状况 这样才是以避免一个人类的浩劫发生在 武统的行动发生在2300万人民在台湾岛上 谢谢大家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第三期 我们第四期的时候 再见 拜拜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的人民是主张用网 大国动武很少考虑国际 国际的意见只是参考值 他在选择的是什么时间 什么条件对他最有利 他就动手 这点民进党当局自己想清楚 自己想清楚 也就是事实上每天讲国际观感 两岸人民 大陆的民众80%以上 都是主张用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不愿意用武力 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现在还是有节制 这点反而跟我就不太理解 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错乱 就是民进党一直要配合着美国 我反中共不反中国大陆人民 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人民主张要武力来解决台湾 是共产党说不要这样子做 然后民进党竟然要反对中国共产党 然后你这样的话你等于是说 中国共产党你应该顺从你们的人民 用武力来解决台湾 这个才是合逻辑的 这个很奇怪 这个角色错乱 俄罗斯突然跳出来表态 说台湾如果发生战争 他站在中国大陆那边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俄罗斯第一次 公开表态 如果有武统战争他支持中国大陆 你不要以为俄罗斯长期支持一中 反对台独 然后就支持两岸统一 你不要搞错 俄罗斯对两岸统一事实上都不讲话 可是这一次 却让俄罗斯逮到机会 公开出来表态 说未来如果有武统战争 他支持中国大陆 各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俄罗斯就站在日本的后面 他对日本是有牵制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台湾的战争 日本确实有可能 在一定范围情况下来帮助台湾 尤其美国若介入 那俄罗斯就在日本后面 那日本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个地人政治的因素 所以俄罗斯这次出来表态 我说这个叫做趁机做球 逼你回头来爱我 你知道吗 这就是国际政治 我说这个地方是国际政治的因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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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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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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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在这里 我正常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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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常 李宗盛